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是关于AT图 加速度对时刻做图 以及BT图之间的 转换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AT图 这个横轴 是时刻 表示了0到10秒 然后重轴是加速度 从0到4秒加速度都是 这叫等加速 从4到8秒加速度都是-10 也是等加速 8到10秒加速度是0 就是等速运动 那现在题目它说呢 初速度是5 那我们就可以 把AT图换成VT图 我们知道0到4秒 是加速度5 所以从 初速5开始到4秒 经过4秒 它加了每一秒速度增加5 每一秒加5 那加了4秒加了20 所以最后会来到25 所以最后会来到25 稍微画一下辅助线 然后呢 4到8秒 经过4秒 每一秒加速度 每一秒加速度是-10 代表每一秒速度减少10 所以现在这个速度 现在是25 可是经过4秒 经过4秒要减40 所以25-40就来到了-15 那我们稍微 那我们稍微画一下辅助线 所以第8秒的时候 它的速度应该来到了-40 -15 所以这25-40 就会是-15 大约是这样子 画一下辅助线 好然后呢 在8到10秒是等数运动 所以它就会维持 等数 维持-15的速度到10秒 好这个就是它的图 那第一小题它要问的是 第二小题是要问的是 在第几秒的时候 正向的位移最大 那我们知道VT图的 面积就是位移 那在时间走上方 这是正向位移 在时间走下方 是负向位移 那正向位移最大 没有负向位移的时候 发生在这个点 这个点 那这个点的话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设它为T 这个位置设它为T 然后 然后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斜率 它的重轴变化 除上横轴变化 是它的斜率 是-10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利用这个公式 这个数学的算法 就是T 然后去减掉 4 然后分支 在T秒的时候 Y走是0 然后4秒的时候 重轴是25 那我们就可以写 T-4 分支0-25 就要等于-10 就是 这就是 0-25这一段 然后 T-4是这一段 下面这段 它们的斜率 重轴变化 比上横轴变化 应该要是-10 是-10 那这样就可以算出T 是多少 所以 这里就会是-10 -10 T 会等于-25 所以T 就会是-6.5 所以第二小题 是-6.5 好 那在10秒内的位移 第三小题呢 就是把正方向的位移 和副方向的位移 全部加起来 那它会有两个T型面积 然后我们就 都算出来 第一个 这也不是T型 这是 四边形 一二三四 就是要算这块T型面积 然后再加这个三角形面积 再加这个副方向的位移 就是要减掉 好 所以 第三小题就是 第一块这个面积 会是 上底5 下底25 乘以高 是4 除以2 那这一块面积会是 下底的话是6.5 减4 2.5 底乘以高 再除以2 那这一块T型面积 就会是 上底是2 下底是 10 减6.5 是3.5 然后乘以高 是15 除以2 这些 最后一个要是负的 那这两个是正的 我们就把它加起来看看 第一项的话会是 30 第一项60 然后 这一项60 然后这一项的话是 可以写 4分之5 乘以25 然后再去扣掉 2加3.5 11 除以2 5.5 然后乘上 2分之15 那这样的话算起来就会是 60 然后加上 4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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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4分之1提出 然后5乘以25 是 125 再去扣掉 11乘以15 16 所以最后就会是 对 没错 165 最后就会是 12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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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